這節課我們重複了你們國中又看過的一個實驗 單一個性狀雜交 一個性狀就能雜交 因為經高度的性狀上就有兩個標真 所以兩個標真之間的個體可以雜交 好 萬德爾單一性狀的雜交 其實不只做高精來精 我們回到不同的企業 他還做了這其他的六個性狀 加起來共七個 花的顏色 花的顏色 花的顏色的位置 種型種色 豆型豆色 精的高度 好 萬德爾現在從這張表柔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孟德爾施把飽滿豆莢的植株 和臭皮豆莢的植株雜交 請問第一子彈表真會全部都是什麼 飽滿 為什麼 它是顯性表真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問大家 如果今天孟德看的是種子顏色這個形狀 他把黃色和綠色的種子形狀拿來打交 請問第一子彈 第一子彈出現的表真都會是什麼 黃色 好 那問喔 第二子彈 黃比綠的比例會是多少 3比1 很好 所以這個七個實驗他都做了 可以理解齁 好 七個實驗都做完了 他野心變大了 我們翻到課門的63頁 這野心變大 待會你們會暈倒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做兩個性狀的雜交 剛剛都是一次看一個性狀 他現在想要一次看兩個性狀 兩個性狀要怎麼雜交呢 好 我們先來看他看的是哪兩個性狀 第一個 他看的性狀是種型 種子的形狀 第二個他想要同時看的性狀是種子的顏色 種色 好 種型有兩種 雜交的過程就是你把圓形的青蓋 和皺皮的種子的青蓋雜交 種色的部分也是一樣 種色的兩種 黃跟綠 我要把黃色的種子跟綠色的種子都交 如果你現在同時要看兩個性狀 他到底是這麼做 他把黃 原青 黃色的種子的蜘蛛 和皺皮 綠色的種子的蜘蛛 已經雜交 這樣是不是就一次看了 兩種種 好 我們先來看看青蓋 好 我們先來看看青蓋 上面要留空一點 好 青蓋呢 他使用的是純品系的 中子要是綠色的 種子要是黃色的個體 好 後面給我看下來 好 後面給我看下來 你要知道他同時看兩個形狀 所以一個指數上就有兩個不要真的差異了 兩個形狀的差異 看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啊 那我問大家這個實驗要怎麼做啊 想想看 這實驗要怎麼做 有人會很簡單 他們會很簡單 把他的花盆在他的柱頭上 把他的花盆在他柱頭上 把他的花盆在他柱頭上 答案是 還沒 如果他已經有豆子 他已經有豆子了 我們會雜交什麼啊 他沒有豆子 他也沒有豆子喔 他才剛開花 他也才剛開花 我們才能夠雜交 所以這個圓皇 到底指的是什麼 他已經產生豆子了嗎 而是我們從他阿公 小阿咒 大阿咒的表現看來 我們認為他應該是 將來如果自花授粉 他會產生的種子應該是圓皇 那我們認為 我們從他祖先們的表現看來 他應該是純平氣的咒率 如果他自花授粉 產生的種子一定是百分百的咒率 但是這兩個個體 根本還沒有產生種子喔 就要特別小心 好 他才剛開花而已 開花之後呢 我把他的圓皇的花粉 沾到咒率柱頭上 或者我把咒率的花粉 沾到圓皇柱頭上 然後呢 被花粉沾的那個柱頭 他下面的指頭就會膨大 裡面的豆莢 裡面就有豆豆 一百顆豆豆種下去 不得了第一子袋 全部都下 八八 全圓皇 這太殘酷了吧 這個現象 以孟德爾的顯影律來看 請問 種形方面 誰是顯性表證 圓 請問種色方面誰是顯性表證 黃 很好 很好 好 那我們用後代人 表示成對因子的方法 來寫一下英文字 圓跟咒 圓是顯性 圓形的英文是 圓形的形容詞 ground 對不對 好 所以圓應該是一個R 圓是顯性表證 成對因子控制 所以應該怎麼寫呢 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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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咒呢 Rinkle 我可不可以寫 大W 大W 不行 因為咒和圓圓是同一個形狀 我們要用同一個英文字 然後它是隱形 所以我要寫的什麼 小R小R 很好 好 接下來是黃和綠 黃是顯性表證 請大家告訴我 我怎麼表示黃的基因性 Yer 看應該什麼 大Y 大Y 綠呢 小Y小Y 很好 好 好 我們現在把 大R大R大Y大Y 乘上小R小R小Y小Y 我們要來看第一次代囉 按照孟德爾的分離率 我爸爸要交東西給小孩 乘對因子分離 每個配子值得其一 這也是一樣 請問我只能交給小孩 什麼樣的配子 這兩個抽一個 這兩個抽一個 怎麼抽都是 大R小R對不對 好 所以我唯一的配你 會是這一種 另外一個個體呢 小R小R抽一個 小Y小R抽一個 怎麼抽都是 小R小Y對吧 好 好 I'm sorry 對小R小R 好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第一次代 雖然看起來都是圓黃 可是我的基因型到底會是什麼 會不會表示 我可不可以寫成 大R大R小R小Y 不行 為什麼 控制同一個形狀的成對因子 應該要放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應該要寫成 大R小R 大R小Y 好 好 按照顯影律 大R小R組合只顯現 圓形 大R小Y組合只顯現 黃色 所以第一次代的圓黃 確實不純 好 它是一個 異形盒子的圓黃 可以理解嗎 好 弄得爾呢 為了確認 這第一次代一定是不純的圓黃 所以他做了一樣的事情 他做了一個自花授粉 把第一次代的圓黃 自花授粉 他想看看第二次代會不會出現奶奶的表真 他成功了 可是結果變得很複雜 注意囉 你們覺得子代會有哪些表真啊 子代出現奶奶的 沒錯 可是變成這樣 居然有四種表真 第二子代的種子 一百顆一面 好多好多都是圓黃的 然後呢 還有圓綠的 這跟奶奶不完全一樣喔 然後還有 皺黃的 好像還有 皺綠的 大家猜猜看 這四種表真 哪一種佔的比例最高 圓黃 沒錯 哪一種佔的比例最低 皺綠 沒錯 他剛好的比例會等於 九 三 三 一 雖然奶奶的表真出現了 長起來再度出現 可是很少 兩個都是顯心表真的最多 一顯一隱的在中間 兩個都是影心表真的最少 好 這個九三三一 這數字到底是什麼來的呢 弄得他的數學的 insight很強 他一看到這裡 就只要答案 我暗示你們一下 你們不需要 那麼厲害的關係 記不記得單一 性狀的雜交 第二子代的比例是什麼 一 三比一 那為什麼同時看兩個性狀 三比一又變成了 九三三一那 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這集不是真的數學科 但是有多人可以猜到 猜到來加一個數學科 有分什麼塊 沒有沒關係 我們就去上課 對 對 好 你是幾號 十四 十四 大家不要擔心 他小天才不需要 待會兒老師會解釋所有的過程 九三三一 就是三比一乘三比一 好 每一種沒關係 我馬上來解釋 我們先來塗法煉鋼 我們先來塗法煉鋼吧 我現在要把F1 大R小R大Y小Y 乘上自己 得到F2 剛剛我們有學過一個奇寒方格吧 我們馬上來實踐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 七分方格法的限制 那我們現在把F1 可以提供的Paint 放在兩旁 中間交錯起來就會是我們的F2 核子的基因性 好我們帶著大家看一下我們F1可以產生哪些配子 這個人按照分離率 成對因子抽一個 成對因子抽一個 請問他可以產生幾種配子 大R小R抽一個 大Y小Y抽一個 好對沒錯 我們可以抽到 大R大Y 大R小 小Y 小R 大Y 小R小Y 好另外一個期待因為也是自己 所以一樣會有四種配子 真的畫其他方格吧 好可以可以 就像孟德爾這麼crazy 真的畫的話就這麼crazy 這麼誇張 這邊會有幾格啊 16格 你真的覺得我們考試的時候 如果題目上面有兩個性狀的雜交 為你子帶的狀況 你真的要畫出16格的其他方格嗎 如果頭腦不清楚還畫錯 而且畫完就下課乾脆放棄這題好了 那解題真的要畫16格嗎 答案是不用 好往上來解析一下 糟糕 這件東西那麼重要 沒關係我沒有錄影 好 今天我把F1 雜交的情況 我把它寫過來 我們要讓大R小R大Y小Y乘上 大R小R大Y小Y 要怎麼樣知道第二子彈會有什麼樣的表徵跟比例呢 很簡單喔 注意喔 第二是乘法 我們乾脆可以把它換個位置 我們把種型集中在一起 我們直接來看第二子彈它的種型會有什麼狀況 然後呢 我們把種色集中在一起 我們直接來看第二子彈的種色會有什麼比例 所以我們就把兩個形狀分開來處理 然後我們稍等兩分鐘 大家可以先想想看我下面會寫什麼 然後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等到上廁所的同學回來 透過這個式子的展開 不再需要畫那其他方法 好吧我們繼續 總型的部分 大R小R乘大R小R 這東西我們應該很熟悉 它就跟大T小T乘大T小T是一樣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這邊練習一下 大R小R乘大R小R 子彈應該會是什麼 來大R大R 兩個大R小R 一個小R小R 沒問題喔 好對 其實種型在第二子彈呢 你會看到的是三種基因型 比例分別是1比2比1 種色的部分也是 理論上你會看到三種基因型 比例也是1比2比1 可以嗎 好我先在這邊做一個結束 同事寫到這 我們就可以算很多題目了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試題 今天我把兩個豌豆拿來打交 請問 這個題目好可怕喔老師 你不是說不用畫齊藍光耿吧嗎 我們需要畫內的圖嗎 不用喔 來 試著從這個橫式中 看看你要怎麼算 好 紫袋中 它在種型的基因型是小R小R的 會佔多少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很好 在種色中 基因型是 這樣佔多少 四分之二 同學 同學我是要替你萬喜 你錯過了很重要的地方 回去看一下錄影帶就好 別擔心 好 所以答案是16跟這個 這個16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16 我根本不用畫 我就知道這16格裡面 有兩格 就是這個經濟 所以透過橫式 我們把種型和種色 兩個性種 拆開來看 我們就會知道 這兩個其實就是 單一性種的搭交 這裡也是單一性種的搭交 那我們分計算之後就會很方便 好 我們再來把這橫式變化一下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 第二子代的表征的比例 請問 從第二子代的精神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圓比咒的比例會是多少嗎 這兩個 這個是圓對不對 這裡是圓 這是咒 所以圓比咒會是多少 三比一 好 那這邊呢 種色的部分 黃比綠 第二子代的總色黃比綠 會是多少 這兩個是黃 這個是綠 所以也會是三比一 可以嗎 報到這裡比較好 來第二題 請問 這兩個性代相成 紙代呢 紙代呢 如果是 紙代呢 紙黃的 讚多少 怎麼算 紙代是紙的讚多少 四分之一 紙代是黃的讚多少 四分之三 所以答案是十六分之三 這十六什麼意思 這有十六格 十六格裡面 我都不要晃 我就知道有三格 是紙黃 所以奇藩方格法會變成過去式 從此以後呢 只要把兩個性狀 把它拆開來看 一個性狀 變成一個性狀 和另外一個性狀 我們直接來看它紙代在 第一個性狀上面的表徵和比例 直接看紙代在第二個性狀上的表徵和比例 直接看紙代在第二個性狀上的表徵和比例 好 我們要來下一個結論喔 做完這個實驗 孟德產生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其實它不用解釋 它數學感很好 它看到9331 它就靈光雜顯 蛋一因子的第二子蛋 表徵是3比1 兩個因子卻是9331 它馬上就想到 9331不就是3比1乘3比1 339 然後3乘1 1乘1 出來了 所以它就覺得 哇 好神奇喔 所以同時看兩個性狀 跟一次看一個性狀 是一樣的 因為不同性狀的遺傳之間 會不會無聊感染 不會 所以它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 就是 一對因子的分離不影響另一對因子的分離 好 你們聽不懂沒關係 我待會翻譯了 我拉過來一點 寫不下 欸 剛上次的時候你可以問隔壁一問 你剛剛沒聽懂的話 好抽象的句子 我們馬上把它換成白畫紋 一對因子的分離 就在講大阿小阿抽牌一條 就是種型方面 你要拿給小孩是大阿或是小阿 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對因子分離 你不會影響到你在種色方面 要抽大歪或小歪 再理解齁 就是你那個清代大阿小阿大阿小阿大阿小阿 你大阿小阿抽哪一個 不會影響到你大阿小阿抽哪一個 也就是兩種性狀的遺傳是相互獨離的 好 第二個 不成對因子可以自由組合 這在講什麼咧 不成對因子之間 可以自由組合 好 所謂的不成對因子之間 是指誰呢 R和R是成對 Y和Y是成對 所以不成對因子之間指的就是 R和Y之間 控制種型和控制種色的基因之間 可以自由組合 大R可以搭大Y 大R可以搭小Y 小R可以搭大Y 小R可以搭小Y 好 那這兩個結論呢 合在一起 簡單來說就是 種型的遺傳跟種色的遺傳是完全相互獨立的兩件事 完全不互相干擾 好 所以我們同時看兩個性狀的遺傳 奉得就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獨立分配率 這兩個結論 加在一起的內涵 我們就叫做獨立分配率 好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驚喜大R小R大Y小Y的個體 你大R小R就成對因子抽哪一個 不會影響大Y小Y抽哪一個 這是莫德爾看出來的一個結論 他同時也做了更多兩個性狀的打交 我們看到五十七頁嗎 對不對 對 五十七頁我們看也有七個性狀可以做 瘋的八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花色配豆甲顏色 然後呢 花的著身位置配種子顏色 精英的高度配豆甲顏色 七個性狀全部兩兩做過一次 全部符合獨立分配 好 可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要以後見之明 來說明一下為什麼可以獨立分配 獨立分配是有前提的喔 補充獨立分配率的前提 可憐好可怕 可憑一直發出嘎嘎之明 為什麼大Y小孩抽一個 故意想大Y小孩抽一個呢 要告訴大家 以我們後見之明 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 欸 有沒有人抓到重點啊 為什麼大兒小孩抽一個 不會影響大外小孩抽一個 前提就是 沒關係們 好嗎 別人喜歡抽一抽 太棒了 對 不是同一對染色的體上 那幾號呢 28 28 很好 來 因為它們不在同一對染色的體上 我們要試得更精確的表述 因為控制兩性狀的因子 留在同對染色的體上 控制兩個性狀 的 成對一子 你也可以說是位在不同對染色的體上 這個非常重要 孟德 不知道 染色體的發現要到1902年 孟德就這實驗才1865年 所以孟德 他很厲害 他是完全的抽象思考 以我們後見之明來看 就會變得很簡單 對 你看這裡 大愛小孩 大愛小愛 抽 有四種抽法 就變得很簡單 所以大家要把孟德抽象的分離率 還有獨立分配率 對到具體的染色底上 來看什麼是分離率 你們猜 什麼叫做成對的因子 分分離 每個配比值哪一個 在哪裡 大小分離成對因子值哪一個 這發生在減速分離當中 對吧 就是從圓感色體的分離 進到不同期間 好 那獨立分配呢 這兩個分離 隨便一個可以跟TALTA 減速分離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孟德爾的分離率 還有獨立分配率 1A 你要搭2D 還是搭3A 還是搭4A 這是很自由 你要對上具體的染色底去思考 嗨 對 太聰明了 我現在就要讓你們產生困惑 你幾號 蛤 6號 哇 那頭群太厲害了 我來告訴大家這件事 從人類來舉例 人類有2萬5千個基因 大家要看2萬5千個 有了引導素的基因 血核素的基因 什麼 角質蛋白的基因 我們有2萬5千個基因 我們只有23對染色體 這代表 每一對染色體 平均有幾個基因 每一對染色體 2萬5千除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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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1000 所以你要剛好分布在不同染色體上 才可以符合獨立分配率 所有的遺傳兩兩之間都會獨立分配嗎 不會 不會獨立分配的現象是到1902年以後才發現的 那孟德爾他都剛好沒看到 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孟德爾的神機 豌豆的形狀這麼多 孟德爾做出來的7個形狀 剛好兩兩獨立 這機會有多高呢 你覺得豌豆有幾個染色體 他隨便抽了7個形狀 全部會在 這碗這裡下 好 如果豌豆有30個染色體 那也沒多機率 你就很正常嘛 對不對 好 去去去去 好可憐 我知道你肚子痛了 不用擔心 去慢慢去 我們有不瘾 對 好 來我們看豌豆 豌豆的染色體 有1對 2對 3 4 5 6 7 1對 1對就只有7對染色 然後孟德爾找了7個性狀 兩兩之間全部獨立分配 欸 你們覺得這機率有多高 你知道這每一個人是你上面恐怕的有一千個之一嗎 然後現在隨便找了7個 欸 剛好全部獨立分配 你覺得這機率高嗎 呵呵 對 我有想到兩種可能 對 我有想到兩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 你們不要忘記了 孟德爾是神父欸 又上帝在旁邊支持他的靈感 對不對 好 當然我個人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第二種可能 但我們不能擺出第一種 誰都知道 對 好 第二種可能 會不會 孟德爾剛開始做了兩三個性狀 獨立分配 接下來他有時候在挑別的性狀 不是這7個性狀機的時候 他發現出來的數據 怎麼搞呢 好像不太符合我的獨立分配 那你覺得這時候怎麼辦 我收集到一定的有限的data以後 我有一個理論的雛形了 但是我突然拿一個data 欸 怎麼好像不太符合 那應該怎麼辦 講三條太難聽了啦 我們講鴿製 好不好 不一樣不一樣 也許他就發現 嗯 我做了兩三心狀 好棒喔 全部都涼涼 獨立分配 一穿就是完全獨立的 種形跟種色無關 花色跟種形無關 太棒了 欸 做到一個 豆上面 豆甲上面有沒有毛好了 糟糕了 怎麼跟花色完全沒有獨立分配 很亂 這時候我就把data 偷偷的 沒有偷偷的 先把它鴿製了 然後我們再做其他的 再找更多來驗證我的理論的data 那我的理論的主題就出來了 好 這樣是不誠實嗎 你覺得 不行 我一定要誠實 那我們的隱藏學要到位一百年 所以你們想想看 這個是欺騙嗎 當你有一些理論的雛形 有很多的數據都符合你的理論的預測 但是出現了一些少少的意義 你當然是先把它給鴿製 弄得獨立分配 是不是真的存在 存在 但是有個前提 要在不同染色體上 那個年代都沒有染色體的概念 所以它的說法不是錯的 只是它有個前提 當時它還不知道 也許再過個1865年到1902年 再過個30年 有人發現染色體了 你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會有符合跟例外的情況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你有理論的雛形 你不要怕 你看到一些不能解釋的data 我們先擱置它 也許過個2030年有人可以來解釋它了 所以不要問我沒有信心 這不是欺騙 對 你要在 它一定是一個局部的事實 局部的事實也是事實 我們現在不是在學牛鬥運動病率嗎 牛鬥運動病率請問是仿諸四海皆準嗎 這句話成語你們沒聽過 難得我有專身給你聽同學的時候 因為我國文很大一下都被糾正了 可能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成語 就是這個規則用在全部的地方都通用嗎 沒有喔 牛鬥運動定律一樣是局部的事實 它有一個前提 物料是有這樣嗎 一定要在慣性系統下 才能夠合用才能夠預測 你看慣性系統什麼都適合 要用相對論來修正 都一樣 對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科學的知識 都是在某一個局部的條件下的事實而已 但它也是一個在我們這邊可以應用很好的東西 不要隨便妄疾它 對 好 好 很早欸 好 我來講個碩士班的例子好了 我碩士班的時候做的是病毒跟癌症的研究 然後呢 我記得有一個實驗的部分是 老師叫我去看鼻咽癌的組織 和一般正常的鼻息肉 就是病毒增生的組織 這兩種組織 一個是癌化的 這算是正常的組織 他們的經驗表現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們可以找到什麼蛋白質 是在鼻咽癌特別多 或是正常的組織特別多 可以拿來當個marker 可以去預測這個人會不會得鼻咽癌 或他有沒有已經鼻咽癌了這樣 好 然後老師又給我30幾個健體 從病裡度拿的 很可怕 就是被癌癌的患者去割下來 然後呢 我還要找30幾個鼻息肉的組織 但是那時候病毒去割 鼻息肉的人不多 我自己都去割了 然後他就把青銅豪油都帶去割這樣 缺乏正常的對照指示 那種這樣 有欸他鼻息肉很好喔 鼻子暢空喔 真的暢空了 暢空五年 又塞了 因為鼻息肉還會再增生 起碼可以暢空五年 痛苦一個月暢痛五年 沒有塞過 感冒都回塞 通暢了 但是一個月之間鼻子都很痛 他會有點流血 這樣 你自己很良一下 我們很需要正常組織 好 Anyways 我們去把鼻息肉的組織 跟鼻炎癌的組織 好抽他的一些 我們不知道抽蛋白質抽 你做個比較 就發現一個大發現 天啊 好高興喔 鼻炎癌的組織在某一個蛋白質 叫做Osteoblast Factor 2 表現量特別高 正常組織都沒有 趕快衝去找老師 9點做完 然後就打電話跟老師說 老師我們做出來有一個很特殊的蛋白質 在BMI的表現量 超高 然後正常組織都沒有 然後老師跟我一樣開心 老師就說太好了 我們快把加電 我再去病理部要另外20個組織 你再做做看 結果老師要了第二批的組織 他也跟我說他是BMI 然後是NATA的BMI 就是轉移過來BMI 他說我們再來印證一下 結果這次20個組織 我很快的做 我隔一早 我很少都找到時間 7點就到了 通常是9點再到就好 這個啊 糟糕了 沒有差異 沒差異 沒差異 超沮喪的 虧我還很早起床 然後期待萬分 覺得應該可以發個好評論這樣 結果就沒差異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就是慘 沒差異 應該不是我做錯的問題 因為我RNA戳得很漂亮 然後我又做了第二次 還是沒差異 然後老師就說 是喔 沒關係啊 我說那怎麼辦 老師說沒關係 你前面30幾個DATA 你收一收就可以發一個DATA了 蛤?怎麼可以這樣? 這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老師就說 不然你要不要畢業 你不要怕飛哥 然後大人的世界 天使黑暗 那我是不是這個作弊還是什麼 老師就說不要亂說 聽完 前面那十三十個DATA寫一寫這樣子 然後就變成我論文的一部分 然後心裡面就一直有陰影 我是一個不誠實的人 為了畢業做這樣子 心裡面很難 可是我覺得我們老師應該不做人啊 可是他沒給我解釋 就這樣 然後我就發了一件J-0這類的 好 然後後來 到我博士班二年級的時候 然後終於有能量回去看碩士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我就 因為你知道 你寫完論文之後 你很久都不會想看它 因為你看它 你就會一股回憶有起 就是那種做時間做到很晚 然後做時間失敗 失敗了十次 然後被老師罵 然後這邊做不出來 這邊也做不出來 那種痛苦就會出現了 所以終於到博士班二年級的時候 我很力氣恢復了 恢復身心的健康 還回去看一下我受制論文 看起來還不錯 看一看 看到那邊 這是我的陰影 在那邊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突然之間我靈光一閃 老師你沒有跟我說 後面那二十個組織是Meta過來 Meta就是轉移的一些 它不是原發性的黏氧癌 它可能是附近的黏氧癌轉移過來 可能搞不好原發性的黏氧癌 才會有那個蛋白質轉移過來 然後我突然間恍然大惡 我覺得 原來我這不是作弊 然後我們老師也沒跟我講清楚 他可能懶得跟我解釋 就是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 你就是把一些不符合自己理論 運氣的東西先放著 你將來就有答案了 對 好 欸怎麼還沒下課啊 好沒關係 那我們看一下 課本的 我只知道要講什麼 好來看一下豌豆 好 你知道因為有這麼小飯店 你知道豌豆是什麼嗎 貝德不是有這個形狀是骨的豆甲跟扁嗎 骨的就是這種有吃過嗎 然後扁的就是這種 都吃過吧對不對 這扁的是比較軟軟的 這骨的是不是比較脆脆 各有所好 然後呢 一個豆甲沒有幾顆 我吃 我知道你喜歡這個脆的 好可能沒人想到 你覺得這個比較很軟 你把它煮太多 我現在超快的 你喜歡吃哪一種 這種 很好 然後你看這顆是五個豆豆 這個豆甲這五個豆豆 這是一二三四五個 其實超厲害的 我最高紀錄有七顆而已 哇這個怎麼厲害媽呀 我輸了 臨測 我還可以這種 我全都翻過很鬆 我都喜歡稍微迷直一點 身後鬆一點的土壤 然後可是還是要翻鬆 然後撥腫前我有雞肥 雞本的雞 然後開花後我又追肥 那這還是只有七顆 這也太厲害了 太誇張了吧 十顆 對所以你看 這邊還有一個很小顆 有沒有看到 這是胚珠 它裡面的卵沒有受精 所以這個胚珠沒辦法發育成種子 最多顆的就是 它可能一朵花裡面 有幾個胚珠的位置 十個 那可能 豌豆花的脂肪裡面 就是有十個胚珠 但是可能受粉的時候 沒有全部收到 就是這樣 好 夢德爾的第一個 兩個心臟王雜交 選的是種子的顏色 跟種子的形狀 他選的不是花色 也不是金膏 有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要觀察第二子代的表徵 第二子代就是種子 或種子播種下去長出來 觀察種子最快 一把兩個植物種起來 花粉互相站 長豬鬥夾一撥拍 馬上看到結果 所以夢德爾很聰明 他一開始就挑了一個 最容易觀察的時間去做 對 那沒有太多故事可以講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沒空 可以去看 陳文勝老師的 夢德爾之夢 一段科普書 對 好 然後彎豆的植株 我們來看看長什麼樣子好了 反正還沒下課 彎豆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想問的 你好 嘿 植株 平常就像 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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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的喔 想想是不是 就是某一些商人寫的 真的我看到最離奇的就是 北濟沒有人得癌症 因為北濟島上種蠻的性人 笑死我 北濟根本不能種性人 大概就是賣性人的 商人 對 各種這種行為 你們都要去查證一下 它的這種事情 蠻豆大概就長這樣 其實我還蠻討厭種蠻豆的 因為種蠻豆它會浮浮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用指甲 這樣 因為它整個會趴下去 對 這樣 一定要用這個 然後長得亂七八糟 這個這個 好像蠻豆 這是骨頰的 我沒做過骨頰 我做過骨頰 我做過骨頰的 這樣 好 這個 很像豌豆 可是這不是豌豆 可以看就行嗎 嗯 像豌豆 像豌豆 這個豌豆的話 我種的全部都是這種 紫花 我沒有看過白花豌豆 你不能怪我沒有做什麼 以下學試驗 對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剩一分鐘都打中了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請我們的攝影師幫我們把它給掉了 謝謝 謝謝